你好 欢迎收看11月7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旅会 0918地震重创花莲南区 而县政府也持续推动震灾重建工作 县长徐正伟再次南下到狱里还有副领进行会刊 关心受损房屋施工情形还有灾民的安置状况 他也前往了解台积电目前修缮房屋的最新进度 和民众一起来面对灾后重建 于18一场6.8强烈地震重创了花莲南区 县政府持续推动震灾重建的工作 县长徐正伟再次南下到狱里镇以及副领箱进行会刊 更是关心受损房屋施工情形以及灾民安置的状况 也前往了解台积电目前修缮房屋的最新进度 他也为了小孩子本来那边都涂 他也都把马里涂涂 是是是 因为当时我们来的时候 那个阿姨的孙子吧 年纪很小在那边跑 那这个危险帮我倒掉 然后旁边是一个排水溝 大概是这个情况 然后我们就过来就帮他做这个回销 徐正伟表示 旧一巴地震造成副里玉里灼溪三个乡镇受状严重 感恩台积电目前已经协助修复大约有百多户的民宅 每间民宅都修缮得十分到位 超乎民众的预期 除了房屋的枕建外 连花园以及排水溝的整理也一并照顾到 完成了整个家庭环境的附建 让家人们的心能够豁然开朗 感谢此季基金会以及台积电的贴心跟用心 之后也将持续提供家庭长期关怀 一级疗愈 记者高雄双福里乡采访报道